推荐 你问大家幸兴 问讯就好 à 不顶礼 啊 节省时间 节省时间 来 请和长 拿某本师释迦牟尼佛 拿某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首先 放掌 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父民和尚女 非常让人尊敬 以前一直护着师父的法 我感念在心 那么也同时欢迎慈恩会馆 各位法师从嘉义那么一大早赶过来 慈恩会馆是师父很赞叹的比丘尼的道场 那么你们来 我非常地感动 本来我的意思是说 打一通电话就可以了 但是你们就是 怀着一颗虔诚的心 就是我们非来不行 那很好 让我们见面呢 知识有缘 所以我们 请大家提出来的问题 简单讨论一下 那么诸位啊 你们提的这个问题啊 就等于佛陀 一辈子一辈子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变成 回归到一念 清净自性 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呢 有几句话呀 可以代表佛陀一辈子 修行的 整个次第 以及回归当下 佛陀一辈子啊 叫做如实而悟 如实而行 如实而正 如正而说 这是佛陀一辈子 诸位第一句听不懂 第一句听不到 你们听不到吗 第一句 如实而悟 而不我 而悟 而悟 好 听懂呢 悟 觉悟的悟就是 解的意思 这个悟啊 就是心中啊 豁然开朗 体悟正切 正知正见 所以 如实而悟 就是如实而解 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解 都弃入真如 所有的行 如实而行 就是所有的行 不离 内如外如 所有的正 也都是正的这个真心本如 叫做如实而正 而佛陀呢 最后呢 叫做如实而说 就是如正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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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说 佛德的说法不是随便的 是如其所正 而如正而说 就像他是一个圣人正量的一个圣者 如正而说 所以 所以 如实而悟 如实而行 如行而正 如正而说 就是佛陀的 所说的法 他是由 正量解脱的心性 而说出来的 不偏 不已 是世间 人世间 宇宙间 永恒的真理 好 这是你们五个问题 我把它 归纳起来 叫做 信解 行政 然后 转大法轮 再念一遍 如实而悟 就是如实而解 所有的解 都是真如 如实而行 所有的行 都是真如 内如外如 如实而正 所正的 为是一心 为是真如 如正而说 也可以叫做 如实而说 所以 世尊 他是真于者 是实于者 不狂于者 不妄于者 就是在指这句话 世尊所说的法 是真正的觉悟到 诸法 空不自信 本空 究竟极灭的道理 而说出来的法 是不会 错谬的 值得 人世间 所有的 修行人 作为一个 标准 规念 叫做依法 不依人 第二句话呢 很重要 刚刚讲的是 第一句话 那么 你们这五个问题 再把它归纳一下 叫做 法 由法行而显 佛法的可贵 它是由法的实践 实践 才能显露出 如来清正的境界 这意思是说 世尊 从不说一些 无意义 虚伪的语言 它是一个实践家 实践了以后 红传大法 叫做 如正而说 转大法轮 所以 一切 你都必须 回归到 真实的修行 意思是说 修行这辈子 不能用欺骗的 不能用虚伪的心 也不能说 做一个表面 给人家看 这样永远达不到 佛陀的境界 所以 有法行 行就是实践 这个法 必须由法的实践 清正 清正 诸法内如外如 必经空 才能显露出来 这还有一个问题 作阿罗汉 这叫做 证得 信空 菩萨就不好做了 菩萨 过的日子 不是信空 而已 还要过 那个法界 延起的日子 要不然你怎么度众生 你怎么成佛 你有听说过 哪一支 哪一支佛陀 没有证得信空 或者是 不度众生 而能成就 阿鸟多罗三秒 三菩提吗 所以阿罗汉过了日子 叫做信空 信空是十方诸佛 智慧的根本 也就是你今天所看到 没有一样是真的 不要被骗得团团转 这个是第一个步骤 菩萨就很难 菩萨就必须跟所有的众生 生活在一起 一个人 一个角度 一个人 一个个性 一个人 一个人的看法 所以菩萨不好做 因此我们这个生团 就要好好的体会 住持的辛苦 好好的体会 当家的辛苦 好好的了解 要成就这样一个 生团是多么不容易 出家一次百千万劫 每一次要徒弟过不去 少数的了 那就要还属 我跟他讲 出家一次百千万劫 千万使不得 你有什么辛苦 师父替你挑 妈妈要孝顺 没问题 我们供养妈妈 供养父母亲 就像供养等觉菩萨 他的心慢慢的就稳住了 出家一次百千万劫 那么你说说看 建立整个生团 要耗尽多少的体力 劳力 诸位从不同的时间 空间 而我们来到慈恩会馆 我们怎么忍心去伤害他 这样子的话 有什么好处 就是再怎么吵架 就是再怎么吵架争取 最起码 都能和合 意见不同 或命讲举 最总会的 不可能 一下子 一下子就像世尊一样 好了 法于法行而显 我借着这个生团 回归到等同修行的次第 来告诉你一切一切 一切即一 你这一个人 对修养 修行 人格 佛格 佛性 好好的守护着他 他将影响整个生团 这也是修行的一部分 所以 不要说 别人给我们多大的痛苦 应该讲 我们的福报 就是这么如此 我的福报就是这样子 那个怨恨的心 慢慢地消灭 所以说 在上位的人 也要有一个 心理准备 反复他才来持恩会馆 要圣人 他还在这里修什么行 所以 剃度的都是凡夫 所以这个 主持当家 执事人 碰到有一些 不愉快的 焦虑的 烦恼的 精神出状况的 有时候得看看 一身包容包容 慢慢地 循序渐进的 有了包容 佛陀的智慧跟善巧方便 就能够成就 个人的道业 也可以成就 整个身团 这是在你们没有提问题前 我把它归纳起来 做勉励 几句话 接下来是你们 问的问题 一个问题 神情活桌呀 不费摧毁之力 因为万法必进空 不可得 像不住找 虽然很想用功 但是碰到境界 比任何人更执着 更烦恼 请问上人 在生活中 如何看见自己的执着 烦恼 进一步地去破除执着 烦恼 习气 主位啊 你所问的 跟你回答的 问跟答就已经圆满回答完了 我要加强的 这细节上 没讲清楚的 主位 生情活桌 不费摧毁之力 这个是指的 已经成就的 不是指在因上 或者是个过程 乃至于缘起 生情活桌 不费摧毁之力 就是指的 向性体力作 一年果报 本末究竟皆如 达到如来 的境界 所以 若说有修 就是即成生命 若说没有修 即坏延起 所以第一句话 所以第一句话 你们这里没有了解很详细 说生情活桌 不费摧毁之力 这是指的 已经称就 大策大悟 正量解脱 如佛一般的圣人 然后你后面呢 就自己解释了 因为万法必尽空 主位 这个又在体会的过程 万法不可得 这也是体会的过程 向不住主 就是说 在向上 也不会执着 虽然很想用功 虽然很想用功 但是碰到境界 就比任何人更执着 更烦恼 这问题出在哪里 这问题出在两个 最大的问题 也不知道那个是假的 有认为 那个发生的事情 有其自信 两个人为什么会争吵 因为不知道 如患 信空的道理 如果说假跟 假极灭 一夜极灭 两个都震到信空 两个怎么吵起来呢 如果像佛 一般的境界 没有听受过 诸佛 讨价的 那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元气里面 迷失啊 就认为如是 如是人是真的 就因为如是 如是是是真的 如是如是说是真的 因为如是如是发生是真的 就认为慈恩会馆是真的 就认为每一个法师是真的 都不知道说 法师用X光一照 就是一堆白骨 就不知道说 送进火葬堂 就是一堆骨灰 就不知道说 现在呀 预风一吹骨灰 都找不到 这问题第一个 就是不知道 诸法空无自信 你提这个问题 仍然是有其自信 这问题本身并不存在的东西 你提问题的这个问题 你本身并不存在 他就成佛 成佛还有疑问吗 第二个 最大的问题 是习气 我们理性 直到说无真 和和 不要烦恼 如患 但是 从来就没有落实到 真实的点滴功夫 这等于就是说 放弃了自己的自觉 甚至 不懂得内观 往内看 那颗魔女宝珠 不会用 然后就一直问人 我的魔女宝珠呢 我现在这么值得怎么办 怎么办 就在你的自觉甚至解决 要不你往哪里解决 外面的东西可以解决你的烦恼吗 不可能啊 烦恼从内心里面的无名啊 这个无名啊 烦恼啊 说简单可真是难 所以啊 在禅宗里面啊 久久虚物 那个久啊 就是两个字连在一起 你不要看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特别的重要 就是修行没有接近 也没有一步登天 也没有一下就照破它 凡夫怎么可能 久久虚物 很久很久 意思就是说 修行它要靠这个 点滴功夫的磨掉执着 磨掉烦恼 磨掉习气 生命 修行 可以自己做得了主 这个问人没有用的啊 你跑这么远来 从家里开到这个地方 应该要两个多钟头 答案 答案就在你们自己的自觉 胜知里面 开车来 只是希望上人提示提示 那我也很乐意 所以如何看见自己的执着 如何看见自己的烦恼 如何看见 时时刻刻 很简单 很简单 从情绪里面去观照 从供念里面去观照 你看 烦恼又来了 你看又来了 又来了 内心里面很清楚 然后一刚开始 你们会强迫自己 忍一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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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恼来了 诸位啊 当一个人烦恼变成习惯的时候 就不容易解察 当一个人常常觉察烦恼来的时候 这个烦恼就会越来越少 记得 绝创的功夫不够 你的烦恼来一次两次 就像一个小朋友啊 你给他喂奶啊 他越来就越强壮 你这一次烦恼来一次 就跟他解决 皮特如来的袈裟 过着这样烦恼 烦烦恼恼的日子 像话吗 嗯 自己 勇敢地去面对 这样才有办法 你问我 为什么这么执着 如何破除执着 为什么这么烦恼 如何破除烦恼 当然不是 我跟你讲可以解决的 是你必须强烈的 觉察能力才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一般人 在佛门里面 十年二十年 都几乎迂寻着自己的习气 没有那个勇气 没有那个勇气面对他 错误还有很多的理由 去掩饰他 所以众生的执着就越来越严重 众生的烦恼就越来越严重 众生的习气 无量解来的累积囤积 现在又没有办法去觉察 所以这习气就变成我们的主人 没有办法回归理性 福性感性的平衡点 所以圆节经有空可以看一下 你讲的这个 不离圆节经的三观 圣摩他观 三摩波提观 禅纳观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修行 能破除执着 能破除烦恼 同时慢慢断这个习气 就三个步骤 第一个 让你的心很安静 很吉祥 很居住 很喜悦 很清安 所以一般人对清安的定义是不对的 他认为心情愉快叫做清安 这是严重错误的 在《白法明门论》里面 清安它是三昧镇定的起点 也就是说 你没有这一层 清安就像如露禅令 大策大悟的人 二六十宗都在禅令 他来到这个世间 只是游戏人间而已 他时刻都在三昧的镇定 更谎论是清安两个字 所以如果你 让他如人正知正见 极静 无真 活跃起来 也是大家共同努力 也是极静 也是无真 如果我们真 没办法解决 这个烦恼 那我们就用最快速的 主持怎么讲 当家怎么讲 我们就听 因为你没办法判断 如何解决这个争论 这样再吵起来的话 就不像话 所以在这里 争执的很厉害 我都跟他讲 由师父来采节 你们两个各退一步 如何 行 师父说 说了算 好 那我就告诉他采节 就是这么处理 不然你要摸到这次了 对不对 这样一个人一个角度 那样吵到什么时候 吵下去的话 到晚上 就睡不着 为什么睡不着 阿弥陀佛第四十九大院 叫做金不甘官 本来四十八大院而已 他还多了一院 四十八官 但是最后一官 吃不甘官 那也没办法 所以修养啊 其实就是修行 修行其实就是修养 主要先有人格 再有佛格 没有人格 没有人格 谈什么佛格 做人都不够资格 还谈什么成佛呢 所以真正一个有教养的身团 是和和无真的 所以修行要破除执着 一叫做极境官 圆结经叫做 圣母他官 第二个 直接了当 叫做儒患 当体极空官 就是简称儒患官 这是圆结经讲的 就是说 一个修行人 就知道说 而我们看到的 听到的见闻觉知 六根攀年 六成攀年 中间产生的六事 根成是一十八戒 通通是如梦幻泡影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如亦如殿 应作如是官 好 第二个叫做儒患 为什么一定要儒患官 这个儒患官 就是进入生情活捉 不费摧毁之力 所以 世间人 会真的头破血流 浅肤浅的修行人 会真实的欲言 互相攻击得很厉害 再来 再进入中等的 还可以放得下 上等的根具 不会跟你吵的 一切法如幻 你有听过 你有听过 两个人这样争吵得很厉害 可以成佛的吗 没有听过 没有听说过 所以 你要了解 测误 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 不是真实的东西 万法无有真啊 理解一切真啊 这个理 就是放下执着 放下烦恼 放下习气 的真功夫 就是法 由法行而险 所以第二个 如幻观 就回归到 当下 既然一切法如幻 幻我问你 那你在执着什么 不是被你的无名烦恼业力 牵着鼻子走吗 你是修行人 那也是很可怜的人 身陷出家乡 却不懂得如幻这观 你今天之所以争吵 是因为认定诸法有其自信 不知道诸法空无自信 空无自信就是如幻 信空的意思 但是你不可以坏言起 但没有办法表达第一地 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讲 为什么要讲如幻观 就是因为 他最接近第一地 第一地 如果不用如幻观 第一地大空 无可言说 没有办法言说 只有用如幻观 是最单刀之路 的捷径 诸位哦 修行不用三十年 不用二十年 还真不用十年 真不用一念之间 为什么 空无自信的东西 这个你要好好地去体会 一念之间 一念之间还有一个撒那 不得已才讲一念之间 万法皆如 才能称作如来的境界 所以众生会把一念 就会变成有能所 例如 外如 一切皆如 向性体力作 向如 性如 体如 利如 照作皆如 向性 体力作皆如 因言果报 本末究竟皆如 为什么 如幻观 方便说 叫做一念 回归当下 那一念 当然就对 极短的时间煞挪 但真正正量的人 内心自知自觉甚至 还要讲海印三妹 那最贴切的也只能讲 撒那间 一念间 都是正如本心所显的 这是很无奈的形容曲 也只有这样子 慢慢的去入如来的境界 第三个叫做极灭观 灭就是久久虚断 久久虚知 久久虚知就是久久虚悟 但是 最后一个 久久虚断 就是不要跟执着 烦恼习气客气 诶 诸位 你对 从小到大 你对众生不客气的 那个拿来对付自己的 执着烦恼习气 不要对这些客气 还执着又来了 不要对他客气 你就是放下 刚放的时候会很辛苦 晚上翻来覆去 睡不着 那间跟家人刚 早上就要执着烦恼 讨论了 为什么 那一股的无名冲意太大 所以啊 我们啊 刚刚啊修行就像一匹 野马一样狂奔 修行久了以后 这匹马受到控制 跑了直线 好了 我现在啊 再把这个问题啊 简单回答一下 神情活桌呀 不会摧毁之力呀 这是因为 这一句是指的已经 成就 如佛一般的境界 接下来就是 你把答案写出来啦 因为万法必经空 所以生情活桌 不会摧毁之力 因为万法不可得 所以生情活桌 不会摧毁之力 因为像不可得 不能住着 所以生情活桌 不会摧毁之力 你讲的这些话 全部都在用功当中 叫做过程 究竟也必须用 必经空不可得 无所住的心境 一模一样 那么你说你碰到境界 比任何人更执着 更烦恼 请问上人 在生活当中 如何看见自己的执着烦恼 就在十一柱形里面 就在你的团体和和无真里面 就在人与人之间 生活当中体悟 就在你的烦恼 执着无名喜气 蹦出来的时候 那一刹那 就正是用功识 如果再讲一句贴贴的 意思就是执着时正是用功识 执着 烦恼时正是用功识 吸气来的时候正是用功识 你讲的就在通通在当下 你离开这些还凶什么行啊 对啊 你没有屈辱没有烦恼没有习气 你问这些问题也不存在啊 没有意义啊 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解答 你的解答就是变成问题 这个叫做恶性循环 你所有的循环并没有任何的意义 答案在你的自觉圣智里面 第二个问题 撒那间即进永恒 跨过这一撒那的执着 永恒就不存在 这才是真正的永恒 这几时师父讲过的话 请问上人 可我请上人举生活中的例子 让 啊 这个 威胁 也有人讲说 墨胁了 让墨胁 有更进一步的体会 那么 这个并不困难 我用两个比喻 譬如说 你们慈恩会馆的法师还没有到 我们文书讲堂这里的虚空 不争不减 今天 诸位尊敬的法师 你坐在台下 听师父开示 诸位 照进五印之空 射其是空 文书讲堂的这个虚空 不争不减 等到你们等一下开车回去 吃午餐 不存在 文书讲堂的这个虚空 不争不减 诸位 撒那即是永恒 撒那指的就是缘起 因缘果报 一念所建立的 当回归当下的时候 空无自信的时候 缘起就是信空 所有的法界不离缘起 所有的缘起都是一真法界 平等 不恶 但诸位 你们现在在听开示 做笔记 所有的 跟一真法界 平等 为什么 现在就是缘起 现在就是信空 能离开 能离开 诸法必经空的道理吗 好了 举这个例子 好 这个例子 如果还不能体会 就是说 撒那的执着 就是 迷失了缘起 叫做撒那的执着 在缘起法里面 迷失了 诸找 认为他有其自信 就是你百千万解 你都掌脱不了这个假象 所以 你离开了这一撒那的执着 当体极空 也没有永恒 诸位 如果 你执着一个永恒 那么就是 跟执着撒那是一致的 就像有违法 当体极空 就是无违法 无违法 就是不离有违法 如果你把有违跟无违 打成两段 你永远不能入道 如果你把撒那 跟永恒打成两段 那是你的妄想 就像你什么是永恒 现在就是永恒 哪一法 不是空无自信啊 然后你就会说 上了这个 好难啊 没关系 先回去吃吃中秋月饼 慢慢来 请问上人 可不 请上人举生活中的例子 让墨学 更有进一步的体会 那很简单 我现在举我这个例子 你们没有来 的时候 我的心不增不减 不够不净 不来不去 我正在作用 正在作用 正在作用 就是讲经说法 正在讲经说法 我的本体 并没有来细生灭真减 有吗 没有啊 那就 那就对了 什么叫永恒 内如外如 充满智慧 存在 而不离现实 真如 真如本心 充满智慧 存在 智慧讲的是大用 真如 讲的是一如 好了 所以什么叫永恒 就内如 外如 充满智慧 它存在 可是它不是像 为正相应 为正相应 所以 啊 刚 我用虚空来比喻 撒那 指的是缘起 永恒 指的是现空 但是 如果你把它打成两段 两段 都是妄想 如果你 撒那的执着 我破除了撒那的执着 然后我又 我又认为有一个永恒 的存在 那由比较而来的推论 永远离不开生灭意识心 你认为有撒那 那你认为有一个永恒 不知道说撒那跟永恒 是说法的人 让你知道如来的境界 并没有这种东西 空无自信 空无自信 怎么会有一撒那 空无自信 怎么会有永恒呢 诶 这个 才是真正的体悟圣道 道本无形 智慧心即是 大道只在目前 但是大道难会 很难体会 好了 我又举了一个例子 以师父的真心本如 来说法 一提其用 其用 显体 其这个智慧之用 乃显师父 具足真如 不生不灭 不过不净 不真不减 所以 在座诸位啊 圣人不会要求众生 理解他 认识他 他也装得跟凡夫一模一样 十一柱形 装傻 但是他是充满智慧 其实啊 他的思维模式 是非常精确跟精准的 但是用这个精确跟精准啊 他有智慧了 动起一切啊 众生会怕他 什么都 逃不过上人的智慧 眼光 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 太精准的话 众生会变成一种距离 那我们要怎么样 要和光通成 装傻 还要跟众生一模一样 他使一柱形啊 我们也是俗一柱形 他讲话啊 我们也是这样的生活 要不然跟师父生活在一起 压力太大了 应该是什么事情师父都知道啊 不 这样不可以啊 可以啊 好了 所以 所以你 你就是说 我们这个生活就是 跟凡夫没什么两样 好了 我举这个例子 也就是说 对凡夫 跟对圣人 角度不一样 所以 这个问题在念一遍 所以撒那间极尽永恒 跨过这一撒那的执着 永恒就不存在 这才是真正的永恒 因为 这永恒不是由撒那比较而来的 是在撒那当中见到 空无日行的缘起 那一念 也不真实 所以离开撒那 知识它才有永恒 所以跨过这一撒那的执着 永恒也不存在 为什么 永恒不是由比较而来的 是心性本质永恒 那么请问上人 可否举上人 可否请上人举生活中的例子 让未写 有的人念默写 更有进一步的体会 那么 我刚刚已经讲了 比如说虚空 这是 父亲常常比喻的 比如说我在讲经 内如外如 用真如本心来比喻 充满的智慧 但它又不是像 为正相应 好 第二个问题 回答到这个地方 第三个问题 入万人之中 如入无人之境 世间的一动念 就是我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师父开示过的 请问上人 如何消融至我 主位啊 你只要不认假为真 认妄为真 你就是本来面目 你为什么认为有一个至我 因为就不知道五印都是妄想 我们这个五印第一 色印叫做坚固妄想 坚固的妄想 所有的众生 照相 来了第一眼 在一百个人里面 他一定会先看自己 这是固定固执的模式 以前如果没有我便会搞定 那我没关系 第一个叫做坚固的固执 坚固的妄想 第二个受 叫做虚名妄想 明就是好像有那么一回事 但其实是虚妄的 比如说苦受 热受 忧受 喜受 舍受 苦乐忧喜受 所以佛陀一切法不受 名为正受 一切法不受 苦 乐忧喜舍 通通不住找 因为那是虚名妄想 虚就是虚妄 意思就是说 明就是明天的明 这明明有感受 为什么它是虚妄的呢 因为它也是缘起 刹那生灭的 所以叫做 虚明妄想 第二个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间 说人生 很苦很苦 其实那是在成就你的 其实说 人生很快乐很快乐 那是迷茫的很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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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迷茫的很严重的